熱彎阿加力板比兼合方式更為堅固 或者同樣堅固度 熱彎方式可使用更薄的板材 令到製品更為遷巧 所以我做了一台可以調節發熱線長度的阿加力熱彎機 因為受到12V電源的所限 熱彎的闊度最長是32cm 我用AWG22號力螺絲作為發熱線 我是在淘寶買到的 DC電源我是用這台庫存品 12V 55安倍 其實只要有15安倍以上已經夠用 我將17mm厚的木板 居成ABC三件組件 我用阿加力做了一個電力調節器的外罩 同時安裝了一台小散熱線 在A面板底刨了一條 用來藏通過的電線坑 鋁角要分兩節安裝 以避免觸控短路 基本組件安裝如同 在A和B面板底要安裝鋁角保護 避免木板被發熱線敲焦 左邊的M6陽角螺絲 是用來扭發熱絲 右邊安裝彈弓來拉緊發熱絲 令發熱絲在發熱時可以保持不直 發熱絲引導孔直徑是0.8-1.0mm 引導發熱絲保持尼阿加力板4.0mm 包裏的坑槽闊度是8mm 保護鋁角要略低於木板的高度 避免阿加力觸及鋁角 鋁角靠山不要橫跨發熱絲 以避免熱力傳播受阻 接通電源後 散熱風扇耗電用了0.05安倍 之後調高電流可以達到8.5安倍 如果縮短發熱絲的長度 電流量就會增大 發熱絲就會更高和更熱 我會保持電壓在8.5安倍之下 以免燒斷發熱絲 保持發熱絲只是用於有需要的長度發熱 不是為了減少浪費電力 而是盡量減少多餘的發熱長度 以免造成潛在的危險 這塊是3mm的阿加力板 我先在板的兩邊 滑上了需要彎曲位置的記號 我先添加一段時間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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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4 mm 以上的牙架力 可以先加熱一面 再回來加熱另一面 這樣可以避免受熱區域產生小氣泡 3個 4個 3個 3個 5個 4個 現在是ense веч�的 2個 4個 5個 煮一碗 放入烤腿 切成烤盐 切成烤盐 放入烤盐 煮起烤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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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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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台迷你热弯机 建议阿加利板最大厚度弯曲是6mm厚 更厚的板材要用更粗的发热丝 这块是一块尺寸合式和四边已经火焰抛光的2mm阿加利板 我之前已经做了三角形60度热弯模 提供了便利和标准规格 热弯2mm阿加利板非常容易 只需要加大约1分钟 1mm阿加利板 大约1分钟 加点1分钟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2分钟 我也是 用餅乾淨 鱈鱈鱈 切成一番好多的 鱈鱗 鱈鱈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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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上一碟 再加上一碟 我可以上一碟 再加上一碟 再加上一碟 我 όχ sta用 我的前面 就行 完了 最大熱彎闊度是 75cm 之前我做了台最高可以達到 30W 電壓的熱彎機 最大熱彎闊度是 75cm 並且除了電力調節外,還安裝了電壓電流錶 可以方便直觀看到發熱線的用電情況 但因為佔用過多地方,搬動又不方便 我一般都是製作小型的阿加力物品 所以使用迷你型的熱彎機會方便很多 視頻顯示,在 24W 電源供應下 因應 30, 45, 60cm 的不同長度 調節電力後,可觀察到電壓電流的變化 最後,希望這個視頻對大家有幫助 好了